这位女士听的是同样的音乐 她所习惯的音乐 在格拉纳达 一组心理学家和音乐家正在开发音乐唤醒工程 他们的目标是缓解阿尔茨海默士病人的病情 和减少他人的帮助的需要 从而更好的生活 使用耳机和MP3 他们成功地掌握了攻击性 抱怨消极和忧伤 减少药物的用途 从而减少副作用 这些研究员和病人的家属都发现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不记得他们生日的人 却还记得他们生活中听到的音乐 格拉纳达的这个研究中心正在开发着这个项目 并已选入西班牙胸怀大致创业计划 他们的目标是向其他中心推广这一举措 这一举措的这一举措 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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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